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不断丰富成熟 清末民初声名大振 在南有莆田 中有登峰 北有苍州的中华武术大格局中举足轻重 是中华武术的重要发祥地之一 武术又叫中国功夫 在苍州民间则称作法师 武术是中华民族的国粹 追溯它的起源应该与人类同大自然的斗争有关 人类先祖在狩猎 觅食和抵抗凶勤猛兽的原始生活中 逐步形成了赤手和借用简陋工具进行格斗或扑杀的技能 这些自愈和谋生的技能虽然原始低级 但却是当今武术的雏形 武术讲究闪斩腾挪动作敏捷刚进 同时在武术套路中 我们也可以看到不少模仿动物的形意绝技 苍州之所以武风兴盛 是因为上古时代此处属沿海荒天之地 先民们同自然界的斗争更为惨烈 春秋战国时期 这里属齐 燕 赵等国的交界之处 自然也就战火贫人 民非尚武则不可图存 于是武风兴盛 以至于家家挂刀剑 人人武棒枪 不说民间传说 也不说历史掌控 说正式 《汉蜀拱隋传》就记载 当时渤海区 也就是苍州地界 武风凡胜 已称朝廷心腹之患 让当时的汉宣帝非常头痛 几任太守到苍州都没有治理好 武风凡胜到什么程度呢 当地百姓已不适架色 不中庄去了 以习武为乐 以习武为业 你想 到汉宣帝时期 武风的凡胜已成为朝廷头痛的问题 那么武术的发展得经过多少年的历史 这个过程肯定是非常 不是一般的长 应该是 有着深厚的积淀 有着长久的积累 才使得这里的武风 这里的武艺 有如此大的影响 有如此大的魅力 有如此大的影响